讓我們看VT 他說某手機公司 共有甲、乙、餅三個生產線 依據統計 甲、乙、餅所製造的手機中 甲有5%的瑕疵品 乙有3% 餅也有3% 若公司希望在全部的瑕疵品當中 由甲所生甲生產線所製造的比例 不能超出12分之5 也就是說 甲所產瑕疵品的比例 不能佔全部瑕疵品的12分之5 甲生產線所製造的手機 可佔全部手機的百分比多少 那我假設 甲所製造的手機 全部是N甲 那乙所製造的手機是N以R 那乙所製造的手機是N甲 好,那這樣的話 甲所製造的瑕疵品 佔全部的幾分之幾 佔全部的 N甲除以5% 就是5% N甲 除以全部的瑕疵品 就5% N甲 加3% N甲 N甲跟N甲都是3% N甲 再加N甲 這個不能超過多少呢 超過12分之5 小於12分之5 好,那現在他們說 那甲 那甲所製造的手機 可以佔全部的幾分之幾 就是N甲 除以N乙 除以N甲 N甲 加N乙 加 N乙 最多多少 多少 就是說 加最多呢 可佔全部 的百分比是多少 就是Messima 是多少 好,那現在的話 我們利用這個條件 求這個幾大值 好,那這個percent 我可以消掉 他先消掉以後的話呢 那我就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交叉箱什麼 好,這5也可以消掉 那就是N甲 12N甲 12N甲的話 小了多少呢 小於這個是 5N甲 5N甲 加上多少呢 3N乙 加上3N乙 好,那我現在給他 好,那這樣的話 我移過來是 7倍的N甲 N甲 12減57嘛 N甲 N甲 那小於多少呢 小於是3N乙 加3N乙 好,那我現在給他 3N丙 那我現在給他 那我現在給他 湊一個 N甲 加N乙加N乙 那我這邊給他 加個呢 3N甲 那這個就要再加個3N甲 那就是10N甲 那也就是說 這個10N甲 他除以多少 3倍的N甲 加N 加N丙 這是小的多少 小1 那也就是說 N甲 除以這個 小的多少 小於10分之3 所以這個 這個他是小多少呢 10分之3 那不超過就是可以等於啦 所以他最大值的話是10分之3 好,這可以等於 好,所以答案的話呢 是等於多少呢 10分之3 10分之3就是30% 30% 所以答案是30%